大家好 我是天使 感謝你訂閱影片進來 那這一次的話 單純想要拍個短片跟大家說 我們可以看到的 一吹跟孫氏 他已經出現在百貨店復刻了 那想要的朋友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購買的時候啊 這個都已經不知道幾個月了 只是為什麼不是一吹跟 玉爪錢 這什麼是一吹跟孫氏呢 你是不是在指說他們留有兩個有什麼特別的激情的部分嗎 那先不管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一吹跟孫氏分別他們的技能跟定位 那孫氏的部分的話 他的技能是屬於直線型的 所有的攻擊都是屬於直線型的攻擊 但是他有個特點 當直線的部分撞到敵人的時候呢 他會有範圍爆炸 如果你先撞到他就會先爆 後撞到的話就會後爆 然後你即使不管他 他到達最遠射程的時候 他也會在那個 目標點最後那一格呢 去炸一個大範圍的傷害 像是3 這邊的話就是3x3 3x3跟5x5 如果喜歡打 然後尤其他的那個技 最大值跟移動扣技低 說真的 他就是跟他人設一樣 超級會跑 他是一個腿非常長的後排 爆發力又很高 高到甚至連 連那個官方 製作員尼洛都說 可能要再下修 但是 我是覺得應該是夠了啦 反正看官方啦 那接下來是那個 伊吹 伊吹的話 這邊有介紹齁 他有個特點就是 他這邊的極無風 不是這邊寫錯了 這應該是6秒才對 他可以這樣子 超長距離的範圍去 直線移動 不扣技 頂到別人還可以 暈眩1秒加2000魂 這個是非常強的技能啊 他除了這一個非常強之外呢 他甚至 欸 除了這個技能非常強之外呢 群先不要咬我 這個奧義 更是狗中之狗 我真的覺得是太狗了 雖然說他一樣追 要求你是要直線打過去 然後呢 打到之後呢 這三個位置會出現分身 分別對他開槍 然後造成四段傷害嘛 對不對 但是 除了這三個分身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短時間的障礙物之外 他奧義玩 他就可以先移動了 移動就算了 他還有無敵 一 狗 這兩隻我都非常推薦買啦 人家不是狗 人家是狐狸 這兩隻真的都非常推薦買 如果真的喜歡那種 像是打帶跑的爆發 爆發遠程啊 你可以斜射啊 你可以用那個 擴散方式打到底人啊 或者是希望那種一套的啊 機動性高啊 跑來跑去 你看這邊還有什麼 然後用疾風屍與殺死敵人 CD直接歸零 哇那個 就是以前非常狗的一吹啊 但是 就是 他就是屬於 他這兩隻都屬於 我分為強中弱三個 三個等級裡面 都屬於強的等級的角色 我真的非常推薦 好啦 我是天師 這也是天師該BG 我會拍攝 101F的遊戲為主 那喜歡的話就訂閱一下吧 謝謝 掰掰